美國佛州伯卡拉頓市的一家律師事務所 日前提起集體訴訟 指控中共當局隱瞞武漢肺炎疫情 錯過最佳防疫期 引發全球危機 美國佛州伯卡拉頓市博曼法律師事務所 12日向佛州南區地區法院提出集體訴訟 原告認為 1月1日中共訓誡8名說出病毒危險的醫生 1月9日出現第一例死亡病例 但中共試圖掩蓋 17天後 中共才向世界報告有關病毒信息 1月3日 中共知道該病毒會人傳人 但1月20日才告知大眾 1月22日 中共才開始防疫 訴訟指 中共及其他被告都知道新冠病毒的危險性 且能引發大流行 但中共卻行動迟緩 眾所周知 他們為了自身經濟利益 把頭埋在沙子裡 抱著鴕鳥心態掩蓋疫情 被告行為已造成 並將繼續造成人身傷害和死亡 及其他損失 案件原告包括4名佛州居民及一家棒球選手訓練中心 除中共政府外 被告還包括中共各衛生及應急管理部門 中共迷政部 湖北省政府省長及武漢市政府市長 負責該案件的摩爾律師表示 預計未來會收到更多人身傷害申請 新唐人記者言希 綜合報導